从十月底开始要进入水果柿子的盛产期了 不过柿子现在却是价格大跌 红柿一公斤的价格大约只有十块钱 甜柿的价格也跌了大约一成到两成 果农纷纷抱怨 为什么政府拿不出对策来解决问题 东市国菜市场的批发商摆住一箱箱的红柿和甜柿 不过今年的价格真的让果农笑不出来 柿子的部分像今年也是自销啊 像那些不好卖啊 一斤都已经差到五块钱 为什么今年会突然购买 三五块钱这个是很难讲啊 十块钱可以在产地买到一公斤卖向最差的红柿 主要是因为Q软的口感不受年轻人喜爱 市场接受度高的甜柿今年丰收价格下跌 东市低海拔甜柿已经上市 接下来十一月高海拔甜柿盛产 价格恐怕还会降更多 之前都有卖到台金大概卖到低到一百块 现在剩下七六七十块 这样子下来也不太有利润的 已经跌到谷底了 盛产却价跌 果农心再淌血 东市果菜市场秘书指出 市场反应冷淡 景气变差 造成高单价的市值价格不理想 量比去年多个两三成 所以整体的价格比去年低个一两成 应该是这个状况 年轻的消费者都好像不大爱吃水果 所以说渐渐会影响我们水果的价格 东市的市值平均每天有20公斤的到货量 还没有进入大厨的盛产期 M型的消费市场造成顶级市值 产地批发价每斤近百元卖到迷惑 中间等级的田市被低价的香蕉等水果排挤市场 农民盼望农政单位多多帮忙 提出良好的产销策略 记者黄青旺 彭万群台中报道